Coco李文 其实她从90年代出道开始 就以一首滴答滴爆红 大街小巷几乎没有人没有听过 近年她更走遍歌唱选秀节目 精湛的歌艺舞技 获得了冠军肯定 她担任导师的时候 更为选手发声怒唱导演 这有话直说的真性情 也迎来网友一片叫好 Coco李文经典滴答滴 红遍全台大街小巷 从小孩到阿公阿嬷都会唱 笑量直破云霄的 还有这些经典歌曲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爱你最深 一切你就有好心情 不用暖身就会开心 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 让我慢慢忘记你 深照路蒸发扬光地 独特的文式唱腔红遍全球 而李文风潮跟创下不少记录 光是滴答滴全亚洲销量 就高达了一百八十万张 2016年参加大陆歌唱节目 还成为第一位飞大陆籍的冠军 专当导师 更独树一格 瞎了 大家都在看 我已经有一个游戏规矩 为什么其实他真的有第二次机会 八十八点三个没有第二次机会 到底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个挺公道啊 不满节目对学员不公平 罕见动怒标骂 26秒影片曝光 李文真性奇妙被网友赞翻 但不只歌唱领域 他惊人的还有舞技 电臀仿佛装了马哒 但其实这不是天生 李文笑时候左腿缺陷 打了钢丁还是强诚练习 才练出唱跳奇迹 外传他曾在节目标情痛苦 就是因为脚痛 镜头从头到尾 直拍李文上半身 网友爆料 当时李文已经痛到蝶坐在地 依然硬衬着和声 努力到最后一刻的唱跳绝代天后 如今一系与世长词 记者向往如红日栏综合报导